米酵菌酸中毒在台湾非常的罕见 不过其实在东南亚国家很早就有类似的案例了 像是我们来看呢是在印尼 其实早在1895年就出现过相关的死亡个案 当时是很多经济状况呢比较不理想的家庭 他们会使用一种食物叫做椰子发酵饼 那导致很多人死亡 一路累积到1977年 这死亡的人数是有将近1万人这么多 当然印尼政府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他们早在1962年的时候 就已经立法禁止来生产这种椰子发酵饼了 不过很多人的饮食习惯 无法在一时半刻之间就改变 所以一路到了1988年 还是夺走了37条人民 这一次来看到在台湾确定是米酵菌酸之后 很多讨论是真的是单纯的食物中毒吗 还是有人人为的在做恶意的下毒呢 林口长庚医院的毒物中心主任呢 他认为人为下毒的几率其实应该是非常低的 因为米酵菌酸呢 是在发酵米制品或是椰子制品的时候 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受到微生物污染才会产生的 所以人为下毒的可能性呢 其实真的不太高 现在我们确认是米酵菌酸了 但是还有很多的疑点都没有厘清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是荣总的临床毒物部主任 他的说法认为现在要找出到底是怎么污染的 才是问题的关键 包括像是去了解一下浓度 还有餐厅的料理环节跟食材的保存方式 才能够从根本来解决这一次呢 这个中毒的问题 当然这在台湾呢 闹了满城风雨 国际间也非常的关注 像是马来西亚媒体就大幅报道 保龄的中毒事件 主打正宗马来西亚素食的保龄茶室 爆发米酵菌酸中毒事件 加上创办人又是大马华裔 引发马来西亚媒体高度关注 马来西亚中国报将台湾保龄茶室事件 放在网络新闻首页 另外马来西亚新州日报 也同时报道代班厨师 以过失致死送办 以及死者体内验出米酵菌酸等等 大马媒体回顾其实三十六年前 马来西亚的庶民美食老鼠粉 就是台湾的米苔木 也曾发生过中毒案 当时一名老妇人和十三名孩童 都在食用米苔木后 出现呕吐抽筋拉肚子等症状 最后夺走十四条人命 当地制面场和摊伤被迫停止营业 台北保龄茶室食物中毒案持续扩大 受害者普遍在十二小时内发病 大陆官媒央视同样关注这起中毒案 因为台湾是首次验出 但大陆早已陆续发生过类似案件 尤其夏天到秋天 五月到九月十号发起 去年七月河南就有两名女子 吃完凉皮后中毒一死一伤 2020年七月广东省揭阳市 有十一名顾客在长粉店 吃完果条后中毒 最后一人死亡 大陆专家提醒 干米粉 干河粉 干木耳 最好放在冰箱浸泡 时间也不能过长 一旦疑似中毒 必须尽快催吐 减少毒素吸收 并立刻送往医院救治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那另一期我们很关注的食安事件呢 就是日本小林制药的问题红麴产品 在今天呢 小林制药他们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们说呢 其实他们在持续的在检验 那一开始还没有办法确认 到底生产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 不排除可能是霉菌的污染 但是现在还没有证据 还要继续找 不过估计呢 这一期丑闻已经造成了 至少18亿日元相关的损失 不过在之后呢 日本的共同 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呢 他们就证实了 在这个小林制药的问题红麴里面 验出来的物质呢 就是所谓的软毛青霉素 那它是一种具抗生素特质的 而且毒性非常的强大 不过还不确定它会不会直接或是间接的导致肾脏病 这个部分呢 还要来做厘清 那当然现在不止在日本呢 这个已经造成了五个人死亡 在台湾其实有类似的案例 这是发生在高雄 有一名富人呢 它是从去年的三月份就开始服用 有用到这个小林制药红麴成分的一种胶囊 而吃了没几个月之后呢 果然肾脏就不舒服得了肾脏病 甚至到后来还需要药洗肾 而日本方面其实有意识到有一些海外的消费者也受害 所以日本小林制药的社长他就说呢 已经确定知道台湾有一位消费者有这样的情况 他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在当地来设置电话咨询的窗口 那甚至考虑说也会给国外消费者相同等级的赔偿 政治跟军事方面的焦点来看到 这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台湾跟美国是不是有更进一步的交流呢 因为呢 这个海军的司令唐华 他在下周传出要访问美国 有两个主要的行程 第一个呢是要去夏威夷 他要去参观美军的印太司令部 同时你也会参加指挥官的交接典礼 而去完夏威夷之后呢 到4月的第一个星期会到华府的近郊 去参加一个海空天会议 来跟美方讨论要如何加强双边的海军合作 另外就是呢 也可能会来跟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切地来会面 当然双方会有这么多的讨论 主要就是要加强呢 这个美国所谓的联合岛屿防御计划的概念 主要是希望能够呢增强第一岛链 这当中就包括了台湾 日本菲律宾还有马来西亚等等 当然呢 美国跟台湾走得越近让大陆是很不适滋味 所以中美方面的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呢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他最近呢在接见这个美国的企业领袖代表的时候就评论了 美中关系 他说呢 恐怕是回不去了 不过他认为只要双方持续的尊重互相的沟通 他认为未来仍然是很美好的 27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破以往由总理接见的惯例 亲自会见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 晶片大厂高通 物流巨头联邦快递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等商界和学术界代表 看似为中美关系入入一股暖流 早上好 谢谢 欢迎欢迎 有鉴于大陆经济低迷 外商纷纷撤出 习近平放低姿态 吸引外资回流的企图不言可遇 然而中美关系交恶是不争的事实 习近平直言 中美关系回不去了 但互相尊重 和平共处 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们的这些活动 都是为中美关系注入正能量 不过习近平才张开双手 拥抱外资 大陆国安部隔天 就发布一则六分多钟的微电影 呼吁大陆企业小心境外间谍情报机关 以协助大陆企业海外上市为由 诱导式问话并进行监听 甚至拍摄核心产品 刺探商业机密和国家机密 大陆国安部宣称 影片是由真实案例改编 大陆国安部强调 境外间谍会利用所得数据 打压大陆优势产业 提醒自家人 别成了国安被渗透的帮凶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